第1509集 十几年过去了都转星移 连小童童都长大了 足以发生很多事情 不知这些年来 这个世界有了怎样的变化 鸡家兄们也笑声匿迹了 叶凡发证 这一路上 他曾以一缕华山向人打听 得惜了这样一则消息 师父 我们去哪儿 龙宇轩问道 这个世界让他惊奇 太过浩瀚了 山河壮阔无边 大荒无疆 像是永远没有尽头 叶凡微笑 去天庭 见昔日的老朋友 他心中很激动 这么多年过去了 能够回归重逢 让他这等境界的人 都难以平静 心潮澎湃 我想去这个世界转一转 神奇事开口 叶凡一正看了他一眼 我居然将你带到这个世界 自然早已将你当成了朋友 与我一起去天庭 无需见外 神奇事沉默了一会儿 好 这个人 叶凡是一定要留下的 在地球内等环境下 都能展道 强行走到这一步 将来在北斗城省 绝不是问题 而且 很有可能 不会太久远 因为神奇事被压制 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在这颗古星上 很可能会发生 井喷现象 这一日 火灵鹤的战暴 传遍天下 各方皆经 天下振斗 圣体的弟子出世 大战混沌体都剩了 让老辈人物都怂然 自愧不如 传遍天下 叶凡已离去十几年了 关于他的一切 又一次被人一起 人们纷纷惊呼 叶童继承了他的一波 简直就是第二个叶凡 将来必可待师战天下 同时 神秘高手手持黑色长枪 挑杀各路战斗者 一传遍武裕 且更为震动 可以说是举世皆惊 他等着天下人的面 将天皇子的原神印记 给一枪刺穿 盯死在了半空中 一战惊天下 真是奇闻 有人要挑战古皇血脉了 神秘高手将大战天皇子 这是人们的共识 全天下的修士都在期待 人们预料 必有一场惊世的大对决 这是一场狂澜 席卷了全天下 几乎所有人都在猜测 这个强人到底是谁 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自这一日后 神秘强者成为了焦点话题 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 每天都有人猜测 几乎说什么的都有 这是一位弟子 看不惯古族人独尊 想要以战止戈 震慑万族 这则猜测一出 全天下都大震动 许多人都将信将疑 觉得大有道理 当然你们感应到了吗 他的气血虽然没有外放 折服于体内 可却依然如一片汗海一样 让人悚然 我猜测 他可能是另一尊圣体 这则猜测 更是引得全天下哗然 成仙路快要开启了 也许整片北斗星域 都将难以宁静 说不定是域外的人 陆续干到了 这种猜测更是让人震动 因为魂陀大圣 早在十年前就曾说过 也许有朝一日 域外的强者会降临 师父 你出手 便让天下风云涌动 引发了世人无尽的猜想 可却没有一个人猜出真相 叶凡望向远空 他们早晚会知道 是我回来了 在这一日 他们打开了一道虚空之门 穿过了一段黑暗 而漫长的道路 紧直来到了天之村 刚已进天之村 啊 我要死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龙雨轩 与张青阳就面面相去 这么凄厉的叫声 让他们两人直发毛 叶凡微小 这个声音太熟悉了 是银血霜黄 在被操练 这是他们的残叫声 还不够 就凭现在的样子 怎么去给我将天皇子灭掉啊 地平线上 立着一只跟小山般巨大的黑狗 像个盖世魔王一般咆哮 突然 这只大黑狗转过身来 死死的盯住了叶凡他们 一双铜铃大眼 几乎要瞪出来了 叶凡的坐下 龙蚂蚁提子用力跑地 鼻孔中向外喷白烟 也死死的盯着前方 十几年未见 黑黄跟一座小山似的 高足有几十丈 浑身粗壮 微猛的吓人 血气澎湃 乌黑的皮毛 光亮如丑短 他一声大吼 跟闷雷一般震耳欲聋 刚一斩动身形 短时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叶凡早已下马 知道这只大狗没憋好屁 赤裸裸的挑衅龙马 不是第一时间欢迎他 而是上来就要掐架 大黑狗叫嚣道 真是运气啊 今天可以弄头 砸血龙马打牙计 龙马自然不是一个擅长 非常的直接 腾月上虚空 人力而起 大马蹄子高抬 奔着大黑狗的脸 就塌了下去 我踩你一脸大麻子 他们两个遇上了 这可真是 针尖对脉盲 都不是什么善类 上来皆想先下手围墙 撂倒对方 哄的一声 黑黄张开了血盆大口 而今他的体格 跟做黑色小衫似的 腥红的大舌头 都有竖杖长 牙齿像门板与扩刀 想将龙马一口吞下去 张青阳也晕 这只狗太恐怖了 上来就像吞掉 斩道的妖王 那种契机 让他一阵心惊肉跳 也发疑症 十几年未见黑黄 道横突飞猛进 张口眼怀一方乾坤 一般的斩道者 根本逃不掉 会被纳入进去 龙马很干脆 没有动用什么法力 眼看血盆大口 就要将他给吞下去了 他用力一撂折子 滚滚黑起 自他后面冲起 这两个家伙没有一个好东西 龙马直接动用了拍马气功 轻描淡血 一股恶臭 将黑黄的气吞山河之势瓦解 你妈的 大黑狗暴跳如雷 他从山峰上一头 扎进了下方的一个大湖中 狂漱口 差点没个应死 没有想到 遇上这样一个极品 与他不相上下 连神骑士的嘴角都抽出了 强忍着笑意 叶凡则是肆无忌惮 哈哈大笑不止 黑黄大怒 华晨一道无光冲了过来 大叫着马屁惊 口中吐出一片雷电 像是抓狂了一般猛攻 但是叶凡注意到 这死狗的眼神金光四射 显然心中很镇定 没有想象中那么暴躁 黑黄大叫着 老子一气化三黄 他曾听叶凡说过尹天德的事 知晓有这种妙述 龙马更是深知 亲眼见叶凡施展过 因此心中一跳 格外的谨慎 就在这一刻 到处都是狗影 足有成千上万只黑色的大狗 将天地都给淹没了 全都在全废 龙马当时就懵了 他先入为主 一直在琢磨一气化三清 这种妙述呢 没有想到 这只大狗画出了数以万只 此时 所有大狗全都人力而起 个个都穿着一条大花裤衩 没有进行攻击 一起对他吐口水 要多猥琐 有多猥琐 龙马的脾气当时就炸了 这简直欺人太甚 这只狗在以欺人之道还治 欺人之身 诚心各应他 上万只黑黄一气大叫 吐完口水 向前攻去 小马鞠子 你太嫩了 砰的一声 龙马乱了分寸 被大黑狗的一顿老拳 打了个乌眼青 横飞了出去 他知道上当了 狗屁的一气化三清 他只是误入法阵的幻境中 着到了 本座跟你没碗 龙马鼻孔中喷土白烟 在远处以蹄子用力刨土 狠狠的甩尾巴 叶帆哑然 这可真是一对极品 板金八两 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相遇在一起 肯定要碰撞出绚烂的火花 果然 稍作调整 他们又凑到了一起 一个亮蹄子 另一个探身爪子 一顿的狠掐 他们天生犯象 像是前世有仇 刚一见面就打了起来 住手 叶帆喊停 强势介入 以一条黑色的长枪 将他们分开 远处一传来笑声 许多道人影飞来 以为有大敌入侵 天之村 很多高手冲了过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